这都是刚拿过来的小鸽子没多久 看一下他们的粪便 昨天开始阴天了 下的小雨 粪便不是那么好 但鸽子每一个鸽子的精神状态都很好 这都是球形的 还有绿便 观察鸽子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就不用采取措施 我预防毛地虫都是定期预防 比如说一个月预防一次也可以 现在总鸽基本上拿到鸽舍里面去了 就还有红色大鼻子 三号龙的一对 三个 现在让他们出去加飞小鸽子 根本不用担心的 不像之前总鸽在这边七八个 有点担心他们突然间钻出去 出去咯 外面现在也在下小雨 不还是 再下大一点也不耽误他们飞翔的 刚才为什么给朋友们拍鸽子的粪便呢 就是有的朋友就是看到有一点粪便 就会 发个图片给我 说这是什么病 我就想给朋友们讲一下 只要鸽子精神状态好 你毛地虫预防过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精神状态都很好 现在天气日它饮水过亮 它也会拉这种粪便的 你要是没有预防毛地虫的话 比如说这两三个月都没有预防毛地虫 我就预防一下毛地虫 是不是 没有搞得那么复杂 这是什么分辨 是不是得了大病 不要拿着放大镜去养鸽子 你观察的太细 我知道你是对鸽子好 但如果太细的话 本来它是没有什么事的 你心里面感觉到它生病了 开始喂各种药 吃的这个鸽子马上就是代谢不出来 药物残留太厉害 每天 梳头炸毛 一点精神没有 其实那就是你给它喂的药太多了 你要是不喂药 反而它 它有自我修复能力 几天就好了 要是真的生病的话 如果真的梳头炸毛 我们没有采取措施 这个时候 就是说 之前没有做过毛的虫 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的时候 我们可以 简单的预防一下毛的虫 观察一下分辨 鸽子没有那么容易生病的 基本上生病都是毛的虫引起的 我们正常在家里讲的话 如果比如说跟着鸽车去打比赛去训放了 有可能是吓到了 产生了应激 也没关系的 我们还有措施 一定要找出鸽子 为什么会拉这个粪便 精神状态好一定要记住 可以忽略 但你这几天要注意它的 什么情况啊 有没有改变 要观察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养鸽观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